开始录制 开始录制 来了 十亿吨跑男的六 三二一 开始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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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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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里人都唱歌不太好听 所以我爸一度觉得 怎么家里就出了一个你这么一个唱歌 我妈 肯定是我妈 我爸除了戏不会唱别的 带孩子出去唱歌 他俩唱的都是幼儿园啥的 学校教的英文歌 他爹也不会 我爸妈好像也不是特别爱唱歌 那就还是我吧 我爸是卖爸 我爸特别喜欢唱歌 我爸不喜欢唱我的歌 因为我的歌他唱不上去 我爸会唱一些 就是他那个时候喜欢听的歌 对 我不是 我在KTV里可能跟朋友聊天啊 吃东西 我 我 还都还行吧 小时候跟爸爸妈妈去 他们那一代 KTV唱了不少经典歌曲 我至今都还脑海中印象非常深刻 家里啊 我不跟我家里人唱KTV 应该是我吧 我们家人都比较内向 对的 我虽然 我是很内向 但是我已经是我们家最外向的人了 我觉得合作这个东西跟缘分更有关系吧 就是我觉得我跟谁合作我都很期待 真的期待 作为组合 大张伟啊 我们俩马上就有一新歌要跟大家见面了 在此跟大家宣传一下 我跟蔡佑琳出道啊 这都已经人家红了 我这出道很快啊 我这 不另外我们俩对音乐的理解在一个零上 毕竟你别忘了 你那个刚才说 歌是学过萨克斯风的人 音乐素养 音乐素养 我觉得今天三位嘉宾 都非常适合跟我一起合唱 只要张张嘴 这歌就挺好听的了 周深吧 周深吧 因为我很喜欢他的声音 对 然后其实一直就想说要不要合作 然后 我觉得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觉得我们俩啊 以后应该会有机会吧 那还用说嘛 蔡徐坤啊 我跟坤坤吧 还能教我点舞蹈 真的 我跟郭希林吧 不是因为我很喜欢听他说的像声 因为我很喜欢听像声 那就不将就吧 我就知道最后谁能比我将就 前一句是什么 我得唱全了 别这样这一句 我习惯想问他 歌吹牛行 在你那儿吹 行 出去不敢 那歌咱们不会那么多呀 人家演唱会得会三四十首 双结婚吧 就是这一首歌估计能唱一辈子吧 演唱会 演唱会一定要唱的是小星星 这个是一定的 小星星 我觉得到时候再说吧 像我这样的中华小曲库 对吧 来什么唱什么 观众点歌 点什么 我唱什么 就是这么自信 准备要做新专辑了 新歌都挺想唱的 还有新歌在路上呢 如果我现在想唱唱 唱麻雀吧 因为马上我要发新的专辑了 就这样麻雀 可以唱一些经典老歌 余真净老师也可以 春泥嘛 请看以往的好男孩 春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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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因为回答专辑这个问题 可能是两年前 这次会是 呃 一个比较 多元的专辑 然后 它内容会更丰富一点 还有新歌在路上呢 写着呢 每天都写 什么时候发 呃 这个看缘分吧 因为我专辑应该会在七月或八月的时候发行 我新歌 因为我自己录的歌有点多 很开心能够录到很多歌去给大家听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准备专辑 然后包括现在定专辑的方向 或者是在确定合作的方向 包括收割 这些阶段真的很难 但是我相信我熬过前面那个特别艰难搜集的那个部分 后面应该会非常非常快乐 大家平时想我的时候 想我的时候 就大家平时可以听一下我的一些其他的平时发的歌曲 但是如果我发专辑的时候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一下 因为我有的专辑里面才是真正的我吧 这道还没有 咱们发歌我们都会跳到周末 我现在都不会特别跳到周末 就是在一些 可能要再看 但可能在七八月会把专辑都发出来